回到喜歡現場 帶您來看到 在今年五月份 臺北市有一名秋姓男子 他說自己因為心情不好 撕毀了大量鈔票之後 就直接往窗外來丟 事後統計這名男子 他共撕毀了一百二十五張千元大鈔 以及十張的百元鈔 一共撕毀了十二萬六千元 事後臺北地院 是依照妨害國幣承治條例 判處這名男子罰金十三萬五千元 這罰金比他撕毀的錢還要多 穿著外套黑色短褲的男子 從旅館門口走出來 走沒幾步將手上的鈔票 用力往外撒 撒上大馬路後 就頭也不回地直接走人 管理員見狀趕緊出來 幫忙撿鈔票並協助報警 而男子在不久前 也在旅館樓上撒鈔票 當時這名秋姓男子 由於失業又失婚 在心情不好的狀況下 入住這家旅館 沒想到他張鈔票撕毀後 把千元大鈔從窗外 往馬路上丟 秋姓男子五月三號 住在松山區巴德路的 這家旅館被警方逮後 變成因為找不到工作 又離婚找不到住所 心情不好才撕鈔票泄憤 新方發現男子總共撕毀了 十二萬六千元 包括一百二十五張千鈔 及十張百鈔 其中發現男子 不只將千鈔往外丟 百鈔則撒在房間內 男子脫序行為 不只這桩 五月三號才到旅館撕鈔票 九號又到巴德路的 一間旅館內 將棉被潑上酒精 用打火機点燃縱火 時隔五天 再到中山區長安東路的旅館 用同樣手法再次縱火 房間內被燒得焦黑 秋心男子逃出火場後 近海一派輕鬆 站在外頭觀賞 效仿人員滅火 縱火後 遭警方雙手上扣 秋心男子頭低到不能再低 五十二歲的他 前科累累 不只有吸毒 也有公共危險的前科 一個月內連續犯案三次 而他先前撕鈔票 台北地面也依 妨害國幣權制條例中的 損毀幣券罪 判他罰金是三萬五千元 可亦補勞役 罰金也比他撕毀的還要多 這張陳俊蘇佩宇 台北採訪報導